好舒服 其實癌症 花療 要光頭 是必然經驗的階段 反而你要告訴別人 是呀 我就是因為光頭 所以更加提醒我 我要重生 我的頭髮要重生 我的生活習慣都要重生 可能現在我的願望是 讓我爸爸長壽 因為我不想她再經歷 即是沒有了媽媽 即是沒有了太太之後 又沒有了女兒的感覺 我希望不要要她發頭人 送下頭人 不過我生出來的頭髮 可能也是白色的 她一向我宣布 自己本身有牙齒 初時我都很刻意 去年八月中開始 發覺為何乳頭凹陷了 很不正常 她的最後是三極蛙 她是重生 我對癌症不陌生 我照顧了媽媽很多年 我大太有事 零七年 即是知道她又有癌 就是老癌 已經跟她糾致了六年 對於這個病 我有心未準備 2016年已經做過一次 良性瘤手術 那次之後 撤出來的病理報告 醫生都說下一個階段 有機會是癌症 你自己小心 她正常回到我 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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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很難得 我不是哭了 我想哭都沒有五次 第一次回來 還很輕鬆 好像旅行回來 拉著行李箱 做了六次 沒甚麼 不用的 你有信心 人們經常以為是遺傳 但其實不是 最高危的因素 其實是和生活習慣有關 是有殖可尋的 看回我自己 近兩年 轉的盤生意 真的很辛苦 最慘的 星期她不休 星期她不休 要回去公司 做了半天 我是九年沒有放過大假的 命有一條而已 我以前有拿著一個 很小的電話 那個電話 其實就是全天候 被司機 或者台者 或者有緊急事的人打 那個電話是陪著睡覺的 所以我其實 可能這麼多年來 睡覺 也不是睡得很好 那個精神壓力 是24小時on call 那次是為了哭得比較厲害 還有我爸爸一直哭 做完手術之後 不能太快遞高手 最初去到這些位置 動不了的時候 我就很害怕 幾個妹妹 一位姑娘跟我們上快遼班的時候 說到她怎樣處理假髮 那些東西 你先去訂假髮 做了頭型 訂假髮 他們有一間房間 關門的 你進去 看完之後 立即把假髮套起來 就可以了 我聽完之後 我心裡說我不是化 是否等於賊 這樣套起來 沒有被司機看到 快點離開 這個形容出來 就是這件事不能見光 我覺得整個語言 是不對勁 我覺得光頭這件事 要重規 但是光頭的樣子 好說沒有看 難得 難得有一個光頭 可以交換轉地 因為我由確診那一刻 打給Francis那一刻 我知道我要放下了 我要完全去另一個舞台 有一份新的功 等著我 要做一個很乖的癌症病人去治病 希望有個陰影 自己保持自己 是啊 我都很久沒有去旅行 所以我完成了自己 才好想去旅行 當成一個新的癌症 開始